受冷空气影响 黑龙江墨河市一号早晨 迎来了入秋之后的首场霜冻 菜农们提前给菜地准备了保暖装备 早晨六点 墨河市的最低气温降到了零下4.2摄氏度 植物的叶子上布满了白霜 正在开放的花朵也被冰霜覆盖 很多菜农提前把菜地盖上了塑料薄膜等保暖装备 外出的市民和摊主也换上了预寒衣物 据了解墨河今年迎来首长霜冻的时间 比去年提前了17天